今天晚上吃啥呢 最近肠胃不好 就想吃点清淡的 我已经连续几天都在喝粥了 飘了飘了 一发工资就飘了 月底等着吃涂吧 小瞧我 婷婷可不是月光族哦 哎咬我 你说我撸了人家的狗又不在人家 那你买麻辣汤 多不好意思是不是 但是最近就是不能吃辣的呀 所以忍忍吧 看找找有没有什么清淡的东西 你的该死的麻辣汤 还我心在痛 泪在流 唱的咋样 我们这个村其实好都好吃的 但是每次走在路上都不知道吃啥 这个选择困难症是治不好了 我看到了有一个重庆粉面馆 我还没吃过 现在去看一下 那个炸酱面辣不辣 我要不辣的可以吗 要一份炸酱面不要冲 不要辣 啊啊啊 高分的大分的 嗯 有小份吗 哈哈哈哈 那那那中份吧 啊好 好尴尬 刚刚我说老板说辣不辣 他的重庆小面没有不辣的 但我吃不了辣呀 我现在再换一家吧 这家 没有来过 你家有饺子是吗 有啊 有啊 有啥饺子 还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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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那个 香菇鲜肉馅 多少钱啊 最便宜的是多少钱啊 没有 那要12块的吧 回来啦 回来啦 饺子真香 没有辣椒的饺子 这里还有一个蛋料 很奇怪 没有要干饺 我要的汤饺 真清淡 香香的饺子 你吃过没 饺子我们来尝一下 这个蘸料 不会用筷子 它这个太滑了 夹不起来 太可以 哦好胖 擦擦我的小桌子 瞬间干净了呢 吃饱喝足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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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